像亮哥他就认为 吕正章应定没有想到后座力这么大 他是聪明人 行销能力也不错 他一定是了解那个案子 知道处理下去 可能全身都是案件 只是无独有偶啊 你要讲这么多的话 我们就必须聊聊被粗暴的 请他一直离开的还很多 最近国营事业的高层人士变动很多 像是中游台唐台湾经联 台船人士都惹议 我们分开来讲这些夸张的例子 例如中游的前董作李顺青 他拒绝出席新任董作交接典礼 因为你知道吗 他要被换掉这件事情 他居然就是那一句 大家常用的梗 看报纸才知道 中游的董事长 10月30号接到经济部发出的公文 然后要他11月4号就离职 前后才两个工作贴 也难怪他气到干脆不出席 这样的一个交接了 那另外讲到的就是 台船 台船被爆料说人事惹议 因为任职了52年的老总魏正次 他退休前10天 被一纸公文被滚蛋 那连邱玉莹自家立委都看不下去 在问郭志辉说 你怎么一纸公文叫一家两天就滚蛋 什么时候我们的政府变得如此的残忍 非常残忍 就是我觉得先回应两位哥 两位都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 因为刚才他们评论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觉 就是说到底是这个人事案没有跟赖清德讲 还是潘梦安根本就是赖清德前面吹捧这个人 然后这个气球就被戳破了你知道吗 就你一吹捧说他很厉害啊 他做国际的金融的经验啊结果就爆了 所以我觉得两种都有可能 一种是他你根本因为这种 说真的赖清德管那么多的人事案 他这个搞不好就是反正潘梦安绝 那潘梦安就是做主嘛 那或者是他根本就是在经上吹捧 这都有可能 第二个就是说 他命不够硬所以他没办法呆 他呆三天就下来了 那为什么命不够硬呢 因为你根本抵挡不住民藏派系的斗争嘛 说真的今天王宏威委员已经跟检调讲了 请注意施菌及个人的人身安全 他把这个北港的造纸的事情 凸显出来会有人身安全呢 那我觉得我退一万步讲 我觉得有可能吕正章也是单身人性的安全 人身的安全 因为今天经上跟你讲 然后你这个觉得很感人啊 我这个个人因素 你的个人因素是你也可能会担心 人身会有安全 有可能我跟你讲这水太深了 如果今天王宏威委员都要说 施菌及你要注意人身安全 你蓝宝吕正章 不会因此踩到任何的雷 而这个雷如果在过程中 赖清德跟潘梦安 都渐渐不帮你背书的状况之下 你绝对会被炸到五码分尸 所以你很有可能现在已经 会不会已经被跟了呢 还是你有什么事情被掌握 所以赶快下台 这都是非常可能的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 如果民进党让外界的 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感觉到 怎么每一个职务 你们的水好像都很深 而且有什么利益 挡到谁的利益 如果这都是这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非常负面 不只是我们讲的台湾经年 你自己看最近几个案子 真的太夸张了 中游的李顺清 他不出席他的交接点 因为他觉得他是看报才知道 他是被拔掉的 所以有这么急吗 他也是中游的老臣 他有一些贡献 说真的 我每天在骂桃园内油厂 对于桃园的土壤污染 还有这些空污 那他也是看到这些 我们检验的新闻 要让桃园内油厂转型 那你现在把这些老臣 直接拔掉了 会不会让 不管是桃园内油厂 还是所有的中游转型步骤 其实没有衔接很好 这是大家疑惑的 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新的惹意 由民进党自己立委 自己踢爆 我就觉得太精彩了 因为我刚才细细的去看这个案子 这案子有案子 还有案外案 我先讲案子本身 因为台船的这个老总 这个总经理魏正氏 他说他从16岁就在台船 那如果从16岁到现在 大概是52年没有错 就是像这个 我们讲的邱毅宇 可是如果是他在台船写的资历 基本上他也有34年 他从设计处的工程师 做到现在台船的总经理 其实对台船是很有贡献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人家已经准备十几天之后要退休了 通常是怎么样 那你就顺顺的退休 我如果有口袋人马 退休再上来 再办一个交界点 你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最漂亮的 他不是 他是人家要退休了 结果公文来了 两天后你给我离开 你给我离开台船总经理 你在急什么 你答应了谁 有这么急吗 结果不只有台船总经理 卫生室离开 连这个你知道吗 台船房石总经理的 陈秋温也同时离开 这有一个猫腻 因为你知道卫生室 大家攻击 说你为什么可以对一个老陈 这么的粗暴 结果卫生室一下来之后 就把它安排到台船房石公司 有位置 联动有位置联动 那重点是台船房石公司的 这个陈秋温 总经理他下来之后 他竟然是被内部攻击 他有桃色风波攻击下来的 都在斗都在内斗 为什么 你就是很快的要让台船 的台船房石公司 总经理清空嘛 卫生室赶快可以过来嘛 那卫生室这位置才有人上来嘛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跳起啊 你不管你的萝卜是大根小根 是甜的还是 当然李正章说萝卜小的比较好吃 我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菜脯老的还好吃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一个萝卜一个坑 拔拔拔 全部都是风波 全部都是黑寒 诶 斗成这样 你斗到今天不是国民党的立委 国民党立委是踢爆李正章 民进党立委是踢爆台船 那为什么是这个邱毅 因为他在高雄他了解啊 他最了解你们这些猫腻嘛 所以你们在急什么 十天要退休你在急什么 有这么大的面子 让那个人等不急 说一定要上来吗 你赖清德扛不住吗 谁又在那边 我们讲的就是上下其手 所以我觉得今天哦 如果刚才李正章的案子是潘梦安 这个案子我认为就是郭志辉 因为郭志辉真的 我觉得荒腔走板 你从他商业界来觉得一定有一个新的气象 能够改变台湾的能源的结构 跟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油品的这个结构 就不是台电 逼这个台中装火要吃四部燃煤厂 燃气基础 然后不减相应的燃煤机组 他这个台电出包 中油炼油厂 一天到晚在桃园给我出包 土壤污染空污 而且我们这一次我们一定准备好 要依空污233条来重罚他 因为空污233条是10万到2000万 我要求环保局用最重的罚 看他们接不接受 怎么每一次都在搞这套 台电中油台船也出问题 哇塞 这些不是台船 台船防石工是台实也出问题 郭智慧底下的所有国营事业 通通出问题 通通都是这么粗暴 这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认为 郭智慧被认为很快的 就会从这个内阁团队 如果有改阻地下来 你不要等两年了 你一天到晚说 我两年之后 我如果没有做好 我就要怎么样 我两年之后 我没有做好就这样 你现在就可以下来了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如果赖清德你看到 吕村庄案 你也要看到卫生室的案 而且卫生室的案 说真的 邱颖颖他夫妻跟你也没有很差 所以如果都是由自己人提出这个案子 一个深刻的痛恶的话 今天你可以对台船的老员工这样子 他离职的时候对台船的建筑物 90度鞠躬 谢谢国英事业 他在这边的努力 如果你们要好好的处理 未来谁还要帮国英事业 卖命 卖卖这个一辈子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宽馗清称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全胶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